完成演奏 小龍 大家看下dependence 聖書 初晨 孫孟普 本身在一起 本身在一起 本身會不會死 本身在一起 同身後 本身中退步 下降 Koh 本身在一起 開演奏 清白 同身在一起 或遭受的 我們今天晚上 第六場 這個 《慾見科捷》第六場的一個 演講會的主持 的主講者 我们现在是台湾联合系统大学的曾校长 谢谢 然后还有我们中央大学的业服校长 那么各位参加今天晚上 这个科普讲座的各位女士先生 各位同学大家晚安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 大家应该会很期待 我们今天这场比较别开生命的演讲 我们这个系列演讲 事实上是老早做排定了 中国时报跟中央大学一起来合作 得到国客会的支持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这是第六场 但是这期间其实有不少的变化 我想大家都知道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至少我们这个系列下来 有两个有意义的变化 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主要的合作对象 就是中央大学的李罗权李校长 那么我想大家也知道 他应该是在十天以后 他就要当我们国客会的主任委员 那么刚好完全符合 就是说在支持这样一个科普运动上 他从来直接的参与到可以来做领导 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的曾校长 我本来还有点担心曾校长也是十天以后就要再去重新再工部门来提供更多的服务 他当政务委员 那我想曾校长他在这方面有很广泛的一个一个残侣过去的资历 非常的深厚 我想大家都清楚 学术上来讲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 那么这方面的一个有人对语言方面的研究非常的有独到之处 那么但是他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非常的 outstanding的一个学者 事实上我想他更重要的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代表 因为他除了这个以外他心有一力除了专业研究 那么从行政工作曾经也当过大学校长 阳门大学校长等等之类 那么专业的研究严历召中央研究院当过副院长 那么在教育行政工作上也当过教育部长 这些也多少 然后现在当政务委员事实上他会在这方面做一些更好的证 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家很热烈期待的 那事实上我们这样的安排真的是我们奥业混合也没有预期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很大的福报可以听到我们曾校长 曾政务委来做这样的一个现身说把他构想提出来 那更重要就是事实上我刚才说的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 我们曾部长在部长那里非常的鼓励以及推广所谓的那个阅读运动 因为现在真的是在网络时代大家都 也许其实说很多字但是都很肤浅 那么所以阅读真的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那这方面的话我想我们曾校长将来的话 也应该可以把这个更为了一个风气 还有一点就是他事实上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典范就是 他事实上真的是扔者多劳 他事实上还是我想大家也知道他是科学人杂志 也有很多的参与 那科学人杂志本身就是一个科普的一个一个一个 不只是理念者而是根本就是推动者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场刚好也是一个整体来讲 科普方面的一个系列论坛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 也恭喜我们曾部长能够在这方面 来在未来可以把这些累积的这么多东西 来整个整体提升我们整个不管在教育文化科技方面的 更好的一个发展以及更深入的一个推广 那么因为曾部长其实他在学术上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 专业的肯定 那么也甚至于在美国的一个心理学会 他也是一个很难得的Fellow 主持人实在不需要太多的叙述 我想原来大家期待的是我们曾部长 我们曾校长曾政务委员 他来做这样一个先生说法的演讲 来讲果论坚团语言的生与死 我想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我们主讲人 好 非常谢谢 那我还要最延一记就是 我们这个系列已经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传统 就是演讲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希望曾政务委员能够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发文 我们也鼓励提醒 期待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么交流的话 刚才其实也提出来就是大家可以填提问单 那我们也准备了两种各五本的书 一本是一种是我们曾政务委员他的一个书作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十八文教育集计论出的 关于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运动 精神医学的那个专家就是Sax 等于他的自传 等于他的传记的这个 那么最后面的话 也许可以大家一点启发 因为我不应该占太多时间 我们把精彩的好的内容 我们请我们曾部长跟大家分享 有请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这样子 刚刚 林郑林事长很客气 那大家在台湾就是 现在是好好来做事 因为好好做事 台湾实在是物资 虽然在地下说很多都没有 可是这里很多 我有一次在帮Bill Gates 去年在韩国在索尔 做Immation Cup的International Judge 国际裁判 那有一次大家谈起来就说 台湾的这个Microsoft 买起来也没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你对台湾这么重视 Bill Gates讲一句话 他说那个地方是全世界头脑最好的地方 因为他的早期的我们的训练 还有就是基础教育 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机会 在全世界利用脑来做一个很有作为的公民 然后也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一生 那今天呢 我要谈语言的生跟死 或者是死跟生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要跟各位讲 刚刚他提了一位Oliver Sacks Oliver Sacks呢 他是一个医师 神经科的医师 神经科医师呢 总是会碰到很多病人 那病人常常suffer就是脑 因为他神经科的 看到这脑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脑呢 有时候会有各种病变 因为我们人 总是生脑 病死 病不了 但是这个病里面有病变 如果是长在脑里面 这是很糟糕的 像我自己的一个 我弟弟的小孩 他是生下来 都没有发现怎么样 很可爱 很活泼 什么都很好 可是在小学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 在他的两眼睛的里面 那两个交叉的地方 四层间交叉的地方 我们在凯亚斯玛的地方 长了瘤 现在就是去控制他 因为又不能够深入去把他消除 所以他就很多 后来发展出来的阅读的问题 然后为什么我们平常阅读没有问题 他阅读就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克服之后 他比大家更用功 他比大家走得更快 所以这个有很多就是 我们知道问题的所在 行为上有某些 那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就可以控制它 我等一下马上要跟大家展示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正在把这边的 paper做完了 送到 journal去 review 但是呢 我们也不怕别人抄袭 因为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已经做了这样的研究 那今天我让你们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在哪里 你可以坐在那里 想想说你能不能控制那个荧幕上的人 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人活动动起来 你能不能控制他向左转向右转 而且有点讲在讲好像是很奇怪的事 可是当你研究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我们眼睛 你知道我们怎么解释那张图 那我教你 你在地下 坐在那里 你会控制那个 等一下那个小姐 叫他向左转 他就向左转 向右转 他就向右转 OK 我们来看 他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你有没有看到有个女儿子在旋转吗 应该都看得见 好 我们看到有个女儿子在旋转 我现在要问 这里面有多少人看到他向右转 向右转 就是 等一下 有多少人看他向左 有时候你看到他向右 一下子又向左 等一下你稍微再看久一点 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两个方向 一下子向右边转了几千以后 又转回来几千 我现在只能看到一个方向 我开始可以看到两个方向 我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只能看到 顺时钟向右转 可是有人 可是有人 我那个助理 一个女孩子 她只能看到向左转 画面都没有变 三十四张不同的角度的女孩子在那边转 但是 这个时间 一过去 你就会看到 我现在只能看到向右转的请几几手 只有看到向左转的请几几手 你看人比较少 还是有哦 然后我们再讲 还可以看到向左跟向右的人请几几手 那你能控制吗 你能控制到向左向右吗 你坐在那里 你能不能跟他讲说 叫你向右转啊 叫你向右左转啊 我可以啊 但是 你也可以啊 好 你准备好了 我教你 现在我要你把眼睛 放到他的头上 当你眼睛放到头上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他一个方向的旋转 OK 也就是说跟刚才没有差别 看在那边没有用 现在我们再放一个地方 我们把眼睛往下放 停留在这里 不可以啊 这个不可以啊 我们还是走远一点 我们让你的眼睛往下走 走到这里 走在这个角的地方 现在呢 你把眼睛看在这个角的地方 然后你跟着我 用你的意志力哦 看角的地方 然后你跟着我 向左 向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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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控制他 当你把眼睛 离开脚 离开脚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 你必须要看脚 OK 我们再来一次哦 看到脚的地方 然后说 向左 向右 向左 向右 向左 向右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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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嘛 如果有怎么没有人向我拍手嘛 你想想看 刚刚我如果没告诉你 你就坐在那里 在那里想说 我怎么能控制他 可是现在 你居然 可以坐在你的位置上 当你知道那个角是人类 还有动物 在判断对方 旋转最重要的地方 这是一个生物界的一个线索 演化了这么多年 我们看一个人 如果要跟你扶过来 他如果跟你讲说 我扶你哦 这个角子没有动 你别他怕 反正脚没动 他就不会跑过来 可是假如脚一动 那就是动了 所以呢 你从小长大 有一个隐含性的知识 对周围的事情 你都知道 只是你没有 好好的经过 把它整理出来 现在我们忽然间 告诉你说 这个角 你只要看到角 而且现在你看越久的话 你越能控制 你越能控制 你那个技巧越来越好 这个东西 我如果开始跟你讲说 你坐在这边可以控制 你觉得我在讲笑话 不可思议 可是现在呢 你完全能控制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 正投在Science上面 希望他们看到以后 会觉得说 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应该让大家知道 OK 看到了 这是研究者 做了一个旋转 它是可以两边都旋转的 随便你怎么解释 我们脑里面呢 在解释旋转 它在解释 但是呢 它在旋转的方向里面 忽然间 你看到它的脚 然后你的脚 你认为说 它在向左转 它在向右转 结果人就跟着你转 看别的地方都没有用 看脚才有用 因为脚是 所有的动物 在旋转的时候 一定要靠脚 你身体如果脚不动 你转这样 就这样而已 你转不过去的 你只能转到这里 没有办法 但是你脚呢 你就可以转转 所以这是一个clude OK 这是你看到第一章了 那我们就再往前走 现在呢 我们来看第二章 慢慢我们要接触语言 我们来先讲 在人类发展的语言里面 其实今天 我要跟你讲的事情是这个 我们有很多故事 整个人类的过去 有很多地方 会讲很多不同的话 那是不是在远古的时候 比如说三十万年前 五十万年前 人类只有讲一种话 可是人类呢 在同一个地方 忽然间往各地走 走 走出去了 现在的证据是从非洲走出来的 我们叫做 Out of Africa Theory 根据DNA 根据考古 根据各种化石 然后去看它们不同的地点 时代 年代 然后呢 去知出来的一块故事 就是说 人类从非洲走出去 你一走 语言就会变 你到一个地方以后 碰到人 声音好像听不见 这个地方又听得不对 然后呢 语言就变 所以北京话 我们说国语的那个北京话 然后在台湾就是 混好的 大家习惯以后就变 以后都是混好混好 就是就会变 语言就是变 然后变到如果变得很严重的话 那个语言就不见了 就死亡了 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死 别的语言盖在上面 呼 它又出来了 它用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很多地方就这样不停地变 不停地分化 不停地在组合 跟别人组合 那有一天呢 你就发现全世界 好多地方 都有你自己语言的痕迹 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如果我们说语言 就可以让你看到脑里面的运作 我们研究语言的人 其实都想知道说 我们这个人的脑 跟猴子的脑 猩猩的脑 小老鼠的脑 在演化的过程上 是哪一个重要性 促成了我们整个脑的发展 然后这一些这么多作文 分成不同的区域 然后经过多少年的研究 我们知道说 哦 这个地方 如果左脑 左边的脑 在这个地方受伤 我们讲话就变成为 今天来中国 讲讲 就是这样 我本来想说 今天我来到中国时报演讲 可是我就只能讲名词 我动词不会 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是这个地方 受伤 说得很流利 我就讲了半天 我听了这么流利 可是我都听不懂 有伦次 起先以为他发疯了 他不是 他非常的清楚 他在几百年前 人家不知道这个原因 就以为他发疯就把他关起来 当疯人院 其实他没有 他只是语言的架构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说 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视觉区 我们眼睛看出去 东西跑到我们后面这个视觉区 视觉区呢 要把东西传到前面去 到语言的部分去结合 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如果看文字 看文字这个地方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 慢慢的我们说 人类语言的分布 多在这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要讲 要articulation出来 要讲出来 所以你要动用到肌肉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非常有趣的 这是我们的听觉区 很靠近我们的耳朵 听觉区 视觉区是在后面 坐在后面看前面 然后 有很多事情是很妙的 如果你把个眼睛闭起来 然后呢 把一个东西这样往后面 放到这边 咦 有个地方你看不见 在过去就看得见 为什么呢 在网膜上有一个洞 网膜上有个洞 因为你眼睛两睁一展开 这边可以把那个洞补住 所以你就不知道 那个洞 那为什么每个眼睛里面都要有个洞呢 因为我们的神经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视神经 进来的时候 发展出来 在网膜上 在网膜上 他就贴着这样子 贴着这样子的时候 他不是把这个讯息往后面送 他的神经是在前面 所以要把一大堆神经收在一起 然后转过来 要送到后面来 要送到这里来 他发展过程度上 完蛋了 我有这么多光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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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送到后面去 没有办法 就穿一个洞 这个就是 我们眼睛的盲点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视神经是这样子的 尾巴要收起来 要往后面传 要传到碰到这个网膜 就把网膜打一个洞 所以在演化上 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好了 我们看到 语言 就这样 在演化的过程上 出现了 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块 很多 所以语言生生死死 但是人类不管 你已经几十万年来 现在是 只要你平常生下来 跟着你的爸妈 跟着旁边的人 你就会讲话 想要你不讲都难 因为那很自然 就学会讲话 然后呢 我们如果去看 整个人类的社会 自从有语言之后 到现在 我们是变了很多的 现在这个社会 跟三十万年前不一样 跟一万年前 农业社会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一样 你自己看 科学的进步 导致文明的变迁 社会产生了质变 社会产生什么质变 以前啊 在农业社会里面 我觉得在这个村落里面 住到每一个人都认识 知识是 只应付到这个当代 一点点 能够过得去 现在呢 你的知识是不得了的 超出了时空 不一定现在 也不一定 就以前 也有将来 就预测将来的 你那个知识是 整体是很大的 然后呢 你已经是 很快的 再把知识体的 弄得很多很多 无远 弗戒 尤其现在靠网路 你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只在点天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 更高层次的 系统化 你就 看到社会里面呢 你就 没有系统化 就说 我可以记住 但是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你看在网路上 你在在网路上 学会你的东西 每一条都记下来 可是明天都忘记了 因为没有系统 没有一个 稳定的知识体系 所以一定要 知识体才可以 达到现在的文明 我们知识的 自发性动能 知识会牵动知识 再牵动另外一个知识 所以呢 知识就不停地在进步 这个也是 你要停下来都很难 所以 一下子 原子 直子 一下子 中子 什么子都来了 那最后来一个 奈米 对不起 奈米 那个尺度越来越小 那奈米之后 还有什么 我不得了了 一到了奈米 又另外一个 很大的空间 那么研究物理的人 就会告诉你 还有化学的人 告诉你 材料会变化 各方面 整个人类文明 会跟着起变化 所以 知识都带动知识在动 另外呢 整个松散的民主概念 就开始包容 你要有包容性 一个文明社会 现在 因为 眼界开了 网络也开了 所以这些都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 我们经过了工业革命 人工操作 变成自动化了 数位革命 大家讲资源共享 要把资讯开放 这里面发生了 很多变化 我们去看人类文明 跟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沟通 都有关系 只是另外一个形式 那比如说 我们说 现在大家要求 做研究的人 一定要 好好的 做研究 然后把做完以后 送到 Journal期刊 去把你经过 专家的审核 决定要不要登 现在不太一样了 现在有个叫做 Science 2 2.0 Science 2.0 他干嘛 每个人 都可以用你的方式 自己 然后自己 在网络上 找到怎么样做研究 做了以后呢 他就post在自己的 部落格上 然后就 好多人 包括专家 或者业余的人 有时候都会看到 看到以后 就觉得这篇文章 做得不错 这篇文章乱讲 就好多人comment 越来越多人comment 这篇文章呢 就越来越被修正 修正到最后 你如果你要谈 Citation Index 所谓SCI SCI说 其他的文章 Cite你 现在是好多人 点来看 到底哪个重要 要改变了 世界在改变了 我们以前 看大英百科全书 我要找一个参考点 我就到书架上去找大英百科全书 翻开看这一条目 这个定义是什么 我在找 现在你也不做这种事了 现在百科全书 是摆在家里考看 没有一个学生会跑到去 图书馆去找一个百科全书 那你如果有个定义不懂 你怎么办呢 Google Google 那Google第一个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Wikipedia 大家讲说 Wikipedia是谁编的 大众编的 大众编的东西 它知识不完整 每个人都不是专家 怎么可能让它变成准确呢 就是因为人多 这个人批评你 那个人批评你 那个人批评你 最后的结果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准确性 那大英百科全书呢 就变成为 快要死亡的恐龙 所以大英百科全书 他那个大公司 我去参观他们的时候 我说 You are dying That's the fact 因为革命 我们看到 生化科技 这个改变 生命品质 因为我们现在都会 在人类的交流 登陆 这语言啊 很重要啊 会把你所有东西都登陆下来啊 所以呢 你的一生已经变了 我爸爸生变 我现在都知道说 我要去注意什么 我妈妈中风在哪里 我现在都要知道说 我那个家常常要去检查 遗传 genetic的各方面 所以这基因 都在改变 永续发展 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 好 我们就往前走 所以我们就看到 语言跟脑的演化很有关系 语言的三十万年前开始 我们从很多考古 然后去推断 大概人类在三十万年前的时候 这个猴头 掉下来 一掉下来之后 造成了这边有个洞 这个洞 跟我们的口腔 跟鼻腔结合在一起 有三个风洞 这三个风洞 有气 从这边打出来的时候 那三个风洞的组合 成各种不同的声音 所以当我们看到猴子 这个是这个风洞 很高 少了这个洞 你就知道猴子 只会发很简单的音 不能发这么复杂的音 这个是物理 物理学家 生学家 物理生学家 可以做一个模拟仪器 来模拟这个洞 这个洞 跟鼻腔 然后把三个腔 去做各种不同的比对 还不同的矫正 你就发现 啊 伊 乌 黑 乌 很清楚 如果是把这个枪 没有了 鼻腔也没有了 就是心 只有靠这个嘴巴 啊 乌乌 所以抵头的那个 呃 咿 这样而已 当你没有不够 当你一个事情就说 你要发展成为一个语言 发展成为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一定要跟所有的人 能够 第一个 能够分辨 那你就几个就不能分辨啊 很多 才能分辨 然后呢 还要他们的相似 所以你可以共同掌握 所以这一些规则 相似 区变 就慢慢成为 我们人类语言 能够发展成为这么快的原因 另外呢 大概在 十七万年前 我这边少写了一个 十七万年前的时候 在我们的基因图片上 忽然间产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有一个 在第七对染色体上 我们叫Fox P2 那个这一段都有两条 Double Helix 在P的这个 上面呢 有个section 有一段 那一段如果是 我们人类啊 那一段 很微弱或者没有 结果这个人呢 讲语言的时候 就很有趣哦 英国人 但是呢 他们这个家族里面 有一半的人 那一个section都非常的糟 非常的糟 或者没有 其他人 另外一半的人都很正常 讲英文都很正常 只有这一半的人 讲英文怎么样 他不会 过去是 规则变化 加ED 他不会 可是Go and Gone 他都会 不规则的变化 他都会 规则变化 他都不会 这个家族 后来就慢慢研究 发现就说 他不是只有 他语言不会 他对很多规则 去掌握规则 若 他都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Fox P2 在17万年前 可能就是一个 关键的所在 让人类的语言 左向规律 有语法出现 因为我们必须要靠 很有限的声音 你再厉害 你也不够能发 100多个音 150个音 顶多吧 不同的音 但是我们人类的讯息 无限 每天都在创造新的讯息 所以呢 你要用 有限的元素 去创造 无限的讯息 你就必须要 开始做 排列组合 你就必须要做 各种规矩 这是主词 这是动词 然后动词放在哪里 主词放在哪里 这告诉你 以前 这是将来 然后动词里面 还要告诉你说 是谁 做了什么事 用了什么方式 规矩就出来了 所以17万年前之后 那个规矩就出来了 大概在10万年前 我们就看到 人类从非洲 往外走 天后好了 不能永远在洞穴里面 出去走 一走来原来 一看 哇 那边那样漂亮 过来看看 走出去 一群走过去 没有再回来 我又走了别人去了 所以 10万年来 就看到 从非洲的痕迹 走到很多地方去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整个全世界的痕迹 然后呢 有的人 走到一个地方以后 看到这边有洞穴 跑到里面去干嘛 把它附近的 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画下来 所以你就看到 画图 我们看到 等一下 会有画图 我们会看到画图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仪式 仪式开始出现 尤其是在 两万年前 在那个洞穴里面 你会看到 那些图画 非常的漂亮 两万多年前 它在洞穴里面 有颜色 然后你又再问一个问题 它怎么画的 这个图画是 语言的前身 因为它把这个概念 都给你画下来了 那文字 就跟着来了 我画下来 是一个图形 别的人可以看到 那我如果再把这个图形 画成为符号 另外一种比较抽象的 比如说甲骨文 比如说 各种中顶文 比如说各种 慢慢就出现了 然后巴比伦的人 就用那个刀这样砍 那个楔形文字就出现 然后我们看到 埃及 也是在画一个鸟啊 画一个 符号也出现 那个都是从洞穴 里面的图画 再往前走 语言 又生了另外一套 不同的方式 文字 那我们看到 文字出现之后 就来了 人的文明又变了 文字一出现 最重要的概念是在哪里 我如果要跟它讲话 我就跟它讲话 但是我走掉了 再两万年 再一万年 我走掉了 它就听不见我的话了 但是呢 假如我写下来 我走了以后 它还是看到我写的什么 不但它可以看到 它的后代也可以看到 它的后代后代 一万年后也可以看到 文字打破了 时空 交流的 一种活动 所以呢 人类的文明 改变了 所以我们要把东西 储存起来 我们要把东西 复制出去 所以我们在 踏片上 看到这种 人类最早的 Zerox machine Zerox 影音机 影音机其实就是 三千多年 四千多年就有了 为什么 把它刻在石头上 拿一张白纸 然后啪啪啪啪啪啪 撕下来就一张 copy 再来一张 copy 这个跟影音机 现在也没有不一样的 啪啪啪啪啪 就是现在的 雷射扫描 技术进步而已 观念都一样 所以我们看语言 你会看到很多 不同的形式在出现 功能 所以印刷 就有书籍 然后电话 电报一开始 嗶嗶嗶嗶嗶嗶嗶 长短这个东西 就来了 然后电子邮件 现在每个人 天天都在 You get the mail 天天的 然后大家都上演 网记网路 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网记网路上的语言 也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年轻人 他们写的 我在网路上写的东西很奇怪 我去看 你们家是酱的 我们家是酿的 你们家是酱的 我们家是酿的 你们家是那样的 它变成一个字是酿 我以为他们家开的电视 那个东西在这一关 那是酿的那一款 还要倒油酱的 还有个酿的 这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 所以人类的历史 整个就反映在 我们的脑里面 语言啊 把它写下来啊 还有各种记录 都在脑里面 脑就表征在我们各种脑的 各种地方 那我们就往下看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劲 一定要去往前冲 很奇怪的 人类就是 在我们的神经上 有不同的分布 我们人类脑里面啊 越是周边的 Sensory 就是说感官的 里面所触动的麻灰因 越少 可是越到高层的 触动的越多 所以当你常常为了 使自己更开心一点 你就会想一些新奇的东西 那一想到新奇的东西 解决一个问题 哦 那个好像是 比吃马灰还好 Solve the problem 那人类呢 就跟猴子一样 我们就从猴子的 第一层的视觉区 一直往这走到前面 你会看到 全部的 你会看到全部的 这么漂亮的图画里面 你现在看这个图画 你会有没有感觉 你仔细看的时候 觉得说 心旷神怡 当你想到心旷神怡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你这前期的地方 都已经有一点麻灰因在分布 所以呢 人类就是为了要求那个 更多的快乐 更多的愉快 抽象的 愉乐 你就不停的在创作 不停的在创作 不停的在创作 所以呢 你会看到 人类的脑神经 跟语言 越来越越紧张 越能够碰到 更高层次的语文 修持 让你觉得说 非常的高兴痛快 那这个就一直往前冲 所以语言的发展 就跟我们脑神经有关 这个是我刚刚讲的 在两万年前的洞穴上 你会看到这么漂亮的图画 但这个图画都很漂亮 而且 仔细看 两万年前的 是刚刚画的这个东西 它会利用 这种不同的石头的造型 来描绘那个动物的 硕大 屁股很大 它就放在那个 你看这个 你看看 这个跟圣代画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那块石头 然后去把它雕刻 两万年前就会了 而且保留了两万年 表示那个在刻的人 在画的人 知道它会不朽 而且你要想想看 它在洞穴里面是暗的 它怎么画这个东西 它一定有人 或者插着一个 火炬 它在旁边 然后在那边画 在那边画 所以呢 如果你到马赛 法国那个马赛 西南边 海岛上有一个洞穴 你觉得到里面去 有机会你去看到 那里面有三百多幅这样的画 三百多幅这样还不打紧 它里面那个画的布局 让你感到就是说 这个画的人 不是 只是画 他在告诉你什么事 还有呢 他那个岩石片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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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就有 片跟片之间就有一些阴影 Shadow嘛 影子 所以呢 他就利用那个Shadow的样子 把那个马的马中 画在上面 你说画在这干嘛 他们有个马头 后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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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中一条一条 在那个缝上 诶 我正好走出去 那个研究者 华国人 他就告诉我 说 Wait Wait 我以为他叫我Wait干嘛 他说你注意看 那我就注意看 看了半天也没什么 他说要有Patient 为什么呢 等到一条船 从旁边经过 那个浪打上来 太阳光照在那个 海水上 反过来 那反观就这样 印嘛 反观这样印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头 那一条条的黑影 那马在那边动 So wonderful So wonderful 所以两万年前的人 他就知道 利用那个东西 来告诉你一个影像 所以呢 你会看到 我们这个 给所有的小孩说 这个干嘛 叫他讲故事给你听 这个故事大概都一样 在台湾也一样 在美国一样 很多小孩都讲说 哦 这是妈妈羊 在看着小羊 然后希望他们不要走私 也许这就是那个画家的意思 已经流传了两三千 两三万年 也就是说 我们用图画 已经在表达一个共同的意念 OK 然后呢 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这些画图 我们这些考古人类学家 文化人类学家 我们会去各地观察 哦 原来画的图 开始都是只有 越早了 五六万年前的 四万年前的 都是只有动物 还有花草 树 都是一样 那你看高度多少 旁边多少 然后就这样而已 现在不一样了 到了两万年 布局 布局什么意思 人类 脑的运作 从计算 到了小的要算计你 计算反过来 就变成算计 那是一种进步 因为你要先知道后果 要知道先 你要有先知之明 所以这个都是进步 那我们再慢慢看哦 啊 你看到鸟 我们有这只鸟 唱歌 这只鸟唱歌呢 全面的群都一样 后面的 不太一样 每一只鸟 它唱歌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说 我是这一群的人 前面 但是后面呢 它告诉你说 我是我啦 我是张三 这个有时候唱起来就是 你听起来 就这样过去 可是你仔细听 听久了以后 你就会听到 然后就从上面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一只呢 跟一样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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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听到 就知道说 哦 张三回来了 李四回来了 鸟有会唱歌 可是鸟有趣的地方 在哪里 有一次我们在研究它们 研究这种各种不同的歌 看它们怎么样建立 世界范围 用歌 看它们会唱多少歌 你就会发现 非常有趣的 有一天 一只鸟 晚上的时候 有人偷偷去插 你知道杀什么吗 基地台 基地台插在那边 这个鸟本来在睡觉 也就不知道了 平常它起来的时候 就是从那个树桶里面 就一冲 撞到基地台 掉下来 滚在那里 我们就在研究的人 哇 不行了 不行了 赶快 这是我的宝贝 这是我张三 张三你怎么了 那我们研究是在旧金山 金门公园旁边 那金门公园旁边 就是我们的 加州大学的 医学院的所在 所以我们到 San Francisco 医学院 跑进去 跑到急诊室 急诊室说 生病人在哪里 在这里 哇 那个医生一看 大家都很爱动物的 一看他动物 OK 赶快开 急诊室 然后呢 就开始开刀 就把这个 鸟就给医好了 医好了几天以后 我们每天来看过他 看他好了 很高兴 还贴了个胶布 看他很高兴 然后呢 好好的 我们就听他唱歌 希望他好好高 结果他唱什么唱呢 记不记得 他本来唱 这都会的 现在被人 哇 这个刚刚跟我讲那个 脑受伤 不会讲话 很像 他也得了失语症 好啦 我们一看 诶 他的语言不见了 死了 我们就很伤心 可是又看到说 就撞到左脑 我们讲说 如果这是鸟 公鸟 就公鸟会唱歌 如果公鸟唱歌 用左脑受伤 现在我如果 我抓一只公鸟进来 我把他的幼脑打伤 他会保留语言吗 我们人的幼脑受伤 是没有关系 会照我讲话的 不会是得到失语症的 比例 有一点点 就是要看比例 但是基本上 是一般人不会的 所以我们赶快 到外面去抓 抓一只公鸟 会唱歌的鸟进来 接到实验室来 放的 然后抓起来 拿一个锤子 不可以做这种事 要爱护你的鸟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 我们怎么样呢 就在他底下 打一根麻醉剂 把他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以后 一看 等他挥霍的时候 起来了以后 照唱不误 也就是说 现在一个正常的鸟 会唱歌的鸟 我给他右边 神经的局部麻醉 他照唱 给他左边的 他马上不能唱 就跟他 我们受伤的鸟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 accident 意外 就让我们 得到一个科学知识 鸟的语言 跟我们人很像 虽然它很简单 可是他还是要有特殊的机制 神经机制 去管他的语言的生 跟管他语言的死 我们再仔细想 如果他是在左边 这鸟的 就是在左边 他左右哪 应该我们看到不一样 所以 新的技术来了 我们就去照 照什么呢 何时共振 看他们的解剖 一看 右边的 跟左边的 在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的时候 两边不一样大 公鸟的 左边 比较大 可是等到 七月八月 他唱完歌了 孩子也生了 都没有了 要飞回墨西哥去了 因为叫旧金山太能了 但飞回去的时候 我们因为 每一只鸟上 身上都带了一个金属片 一个金片 所以我们靠这个GPS 就能追 你走到队也抓到回来 所以我们就追到墨西哥 追到他以后 把他抓回来 再来看 奇怪呢 左右脑的 两边的解剖 一看 一样大 才一个礼拜以前 这边比较大 这边比较小 现在两边一样大 左边消失了 他也不会唱歌了 他也不唱了 所以呢 他的语言又死亡了 可是第二年 春天来了 我们等他到春天的时候 就去看他 他马上要飞回来 一飞回来的时候 你把他抓起来看 左边又开始大了 这给科学家一个讯息 神经的死亡 可以再生 只要知道那个机制 我们可以处理将来 Alzheimer's disease 他的神经机制 之前到底要怎么样分布各种不同的 荷尔蒙 来促成 这个鸟的脑筋的 再重生回来 然后他可以唱歌 语言又可以回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人类的语言 会非常有趣的 有趣是在这里 好 我现在大家都在那边 我要叫这个女生 讲一句话给你听 还一直重复一个声音 一个人类的声音 那你听听看他讲什么 OK 好 你刚刚都听到一个声音 对不对 不要讲嘛 没有关系 你记得就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位女生长得怎么样 就刚刚他还在讲 那我现在就说 你再听听看 他要重复刚刚的话 OK 可是现在你看得到他哦 一样不一样 我明明换的都是一个声音 你们怎么跟我讲说不一样呢 我从头到尾都是 最小的哦 哦 我们再来看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次 但是好玩就在这里哦 我要你们把眼睛闭起来 我叫你打开 你再打开哦 好不好 不要偷看哦 一打开你就看着他 看着这小女孩 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跟眼睛打开什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嘛 我也没变啊 又是你在做 你在搞鬼啊 好 你就试 我再放一次 你自己试试看 你试试看怎么样呢 你眼睛看着他 跟眼睛不要看他 你眼睛看着他 或者你看我再回来 自己这样看 看几次好不好 你看你这样变来变去 眼睛看他不看他 声音都不一样 这个也是告诉你 人类的语言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要知道 对方怎么发音 现在你看到他 我从头到尾放一个音 入度的音是 八八八八八八八 他讲的对 八八八 可是现在呢 这个小女孩 嘴巴是张开的 张开的嘴巴 是不可能发八音的 你试试试看 你嘴巴张开 发八音给我听 这不可能嘛 因为他不可能 你也知道不可能 我如果是我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啊 他如果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我就要去 模拟一个音 我听到一个音 是他可能发的音 所以变成 叭叭叭叭叭了 叭的音是 嘴巴张开的 所以也是告诉你 就是说 你看哦 你的知识 语言的知识 是要这样建构起来的 所以因为语言 是建构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错 会听错 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 好 语言就有规律 花木兰 木兰花 兰花木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嘛 只要有变化 就不一样了嘛 然后呢 大丈夫 很勇敢的 誓死如归 然后有些人怕老婆 小丈夫 誓归如死 一个变化就变了 所以 人是 很奇怪的 就是说 语言这件事情 规律是在你的脑里面 自然的形成 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哦 人类呢 跟动物 DNA都很像 但是呢 就多寡的问题 基因体 多少 复杂度 但是呢 交流的方式 语言的方式 完全不同 人类是比较特殊的 很复杂的 但是都 大家都要模仿 对方 所以哦 很多妈妈都知道 婴儿 刚生下来 不久 你抱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妈妈一定很高兴嘛 跟着婴儿你怎么玩 她很清醒 难得清醒嘛 不能往里捆 现在何不得把她造型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很好玩耶 我们要做研究 碰到一个婴儿在睡觉 所以我们说 通常会在她屁股底下 让她醒过来 开玩笑 不会了 然后抱着她 抱着她怎么办呢 你就跟她讲说 哇 哦 哇 哇 你会仔细看那个婴儿 她就看看看 她问了怎么办 也是 模仿 对 她马上会模仿 然后呢 你就更简直了 你看婴儿就开始 很快 然后你在做个 更激烈的动作 好好好 你仔细看她婴儿 她就看了你的嘴巴 她就开始 可是她还没有能够 控制她肌肉那么好 可是她动作都在那里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类 在我们脑神经里面 有很多近向神经元 叫做Mirror Neuron Mirror就是镜子 近向神经元 就是只要人家一动 而且跟Biological重要的 我就会跟着来 所以我现在 很多人喉咙就在痒 我请你听交响乐 有人在里面 旁边的人就开始 还有一开始打哈欠 班上打哈欠 哇 死啊 大家都在睡 那个Mirror Neuron 所以我们观察 做科学家 就是要去观察 看到这些 然后知道说 它为什么跟我们人家的含义 我们要讲规律 讲规律就好玩哦 你看看 一个语言跟另外一个语言 在这个几十年里面 会变化 这个量词 还有分类词 是一个特别在我们汉语里面 不管是台湾话 客家话 广东话 上海话 或者是 国语的所谓 北京话 都一样 你在名词跟数量之间 一定要放一个东西 放一个量词 或放一个分类词 比如说 三匹麻 三匹骆驼 不好 三只骆驼可以 一斤猪肉 一块猪肉 跟一锅猪肉 是不一样的 可是一斤鸡蛋 一斤白米 跟一斤青菜 都是一斤 这个都不一样 规律 你学会在你的语言里面 五香书 五香的书 五本书 五本的书 这怪怪的 然后三根香蕉 可以讲三个香蕉 三斤香蕉 不可以讲三个香蕉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表示说 你的脑海里面 都有这些规律 然后这些规律 上面你会讲什么 四根 三根骨头 底下你不会讲 三根骨头 四根 你会讲三块四块 所以 你在数量跟骨头之间 你还要根据骨头的大小的形状 换一个不同的形容词 很难的 对外国人很难 外国人来特别学中文 哇 这个是最困难的 我以前跟一个学生 叫Michael 二十几年前在美国 跟我学心理学 结果他学心理学至于 很想学中文 又没有中文老师 以前没有什么 现在这么多中文 这么相声性 美国学校里面 这个人很喜欢 就跑来跟我讲 说老师你教我中文 我说我教你心理学 我哪有时间教你中文 他就拜托 然后搞了半天 好了我就跟乔尔会 弄了几本书 然后给他教他上 他学得很快 因为他很有语言天才 然后他告诉我说 前世今生 他是中国人生的 他绝对 他一定生在西安 这个人就很喜欢学语文 然后不久以后 他毕业了 然后去读UC Berkeley 去读Management 区业管理 差不多不久以前 这样前几年 我有一次在新竹演讲 在江中大学 在讲完演讲 还有一个区域 我看他在这个听众里面 我们讲完以后 就有个酒会 就他跑过来 茶会了不是酒了 他就看到我 他就跟我讲说 曾老师 你还认得我吗 我说自证腔圆 我一看 我说Michael 你怎么在这里 他说我现在是在科学园区 一家科技公司的 当manager 我说哇那不错啊 你到台湾来 好几年了 他说已经两三年了 我说你都没有来找我 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啊 然后我就讲说怎么样 哇Michael 你变得阴俊潇洒 他就跟我讲 老师我突然不敢认你 因为你变老了 我跟他讲说 你还是不懂这边文化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讲 然后我常常去找他 找他我就说 Michael 今天我要去台北 我开车来 那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台北 去玩玩嘛 打打牙记啊 他说好啊好啊 老师 有一次我都去找他 去找他 好啊我们要出去 然后他说坐在那里 我看他去的时候 他说你坐下 我桌上的公文弄完 我看到一叠一叠的公文 拍一个拍一个拍 他说我把他定起来 然后我弄起来 我就跟你说 好啊 我就坐在那里等他 然后他就叫外面的小妹 他说Darcy 然后他故意说 Darcy 我说什么 你要帮你倒垃圾上 Darcy就跑进来了 你叫我什么 然后那个公文问 Michael 什么事 Michael直接讲说 我老师来了 老师我知道啊 我带他进来了 我跟他讲说 他说我跟老师要去台北 我们要去看电影啊 吃吃吃饭 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女孩讲 到里面 我上面这些东西都要定起来 去跟我拿一坐 打定数机出来 我坐在那里 一坐 但是我马上就说 没问题 可能是因为 这个高科技公司 他里面大概 要去推一部 很大的定数机来 把这个东西一次完成 所以我就等待去看 这高科技公司 发明了什么样 伟大的定数机 等一下这个 Darcy就跟那个Michael讲说 Michael Are you sure 他说怎么样 他就一坐 定数机 Michael就一坐 不对啊 结果我就跟Michael 他就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我不晓得他讲什么 我以为很大嘛 结果那个小女孩就说 好好好 那我就去哪 去一坐就一坐 就跑进去了 那我就在等啊 等看哪一坐 等一下这个 小女孩跑 从你外面进来了 哪个小小的定数机 我又讲错了吗 我说我们很少 讲一坐定数机 他就跟我讲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定数机不是坐在这里吗 一坐 有什么不对 我说 但我们就不这样讲嘛 他说 真麻烦 我说为什么麻烦 他说你看老师 他说我要背这个 好 我们来背背看 第一个是什么 一首歌 他就跟我说 为什么 我说歌要重头唱 一首歌 两只骆驼 我们刚才看过 三 他跟我讲说 抗议抗议 我说为什么 姓扯的没有桌子吗 他说三张桌子 那桌子从张家发明了吗 那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张开对不对 桌子是张开的嘛 所以我跟他 桌子是张开的嘛 他说好 桌子是张开的 那四门跑算什么 泡又不是门座的 我问你嘛 为什么嘛 有没有道理 但是我如果跟你讲说 四门炮 你一听就同意嘛 就同意啊 习惯啊是不是 好 五 五把扇子 对不对 六 我们台语叫六台嘛 六台 那我北京话 是六辆汽车 还有七 他跟我讲说 为什么用架 回去要架起来的吗 你想想看 对外国人是很难的 对你好像很简单 因为他在我们语言 生活里面嘛 你随便都听来的嘛 八 八根柱子 九 我都问他说 他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柱子是硬的 是用根 丝瓜是软的 用条 有道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就说 十面镜子 十一条鱼 或者十一鲑鱼 十二 所以说要倒菜 他说这个很难 你怎么会学会的 我说我就会了 我看你说Michael这个不算什么 他说还有啊 我说来看 一匹马 两头牛他很生气 为什么马跟牛 牛头不对 马嘴 那就是头吗 三只猴子 四 他跟我讲说 有道理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有道理 他说Hot Dog 一条一条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语言里面有很多 Obitrary 然后语言生 语言死 五 五口羊 六盏灯 七亩田 八闪窗 你借了吗 九 老师好 九枚火箭 同学们 我要看一个人的 果文程度好不好 考这个就可以了 表示说你读到多少东西 这是个相关性 你就会冲出来 九枚 十 直 这个还不要紧 一轮明月可以 一轮月亮 为什么不可以 他问我说 为什么不可以 我说月亮 不一定都是圆的 有时候是有盈亏 他跟我讲说 乱讲一通 哇 Anyway 两匹马我们看到 两匹骆驼 两匹马可以 两匹骆驼是不太好 可以 不太好 好了我们再来看 一页 你讲到一页 马上进阶出来了 语言真的 很有奇怪 很奇怪 那个语言的进阶都带出来了 为什么呢 一定是小小的 飘荡 前途是茫茫的 一座山 我跟他讲是 座就是 很大 稳重 我说原来这样 我不可以用做 我说除非你发明 一支很大的定数机 一支舞曲 就是轻言 交替轻言 芝芝麻 用着芝 一道彩虹 前程示茧 充满了希望 然后我们再看 你如果讲 你会喝 你这个人 可以喝 一缸好酒 哇 这个是海量 这个一坛好酒 我们说它有量 一瓶好酒 它是小量而已 但是 我们 这个境界都不一样了 一口 我们如果用一钟呢 是什么量 雅量 你看 真太棒 你不会乱用 一个一钟 就表示这个人家里 一定是 很雅的 所以为什么 不要学文言文 一定要学文言文 才会文采 大家一看都知道 你文采在哪里来 就是这种分辨 这分辨是你头脑里面的弹性 跟你的 对一个问题的密度的了解 所以语言是很重要的 我如果说你打了一手 一口好酒 我在称赞你哦 我如果说你这个人打了一口好酒 我是在损你哦 因为我说 好 你只能一口嘴而已 你说五口啪 刚才五口啪 现在就 就输了 所以 一口好酒 我们说一则新闻 是小故事 我们说一条法律 有学问哦 我刚刚跟你讲过 它是条理分明 白纸黑字 可是条是软的 法律是软的 必须说 我可以扭来扭去的啦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语言 生生死死 很多新的境界 好 我们来看哦 激动 力量 一鼓作气 我们还一片活海 一片真情 一片痴心 一片欢腾 还可以一片混乱 这个语言 然后我们再来 如果我说一道铃声 你听起来就是 叮 如果我说一串铃声 你想象里面就是 叮 对不对 这不一样 我们说 一落 很重 三叠 起伏 十面埋伏 是逃都逃不掉 所以 Michael就跟我上完课了 我就说Michael 今天的仔写个日记 他就说 老师 我们进了一间电影院 买了两张票 狠狠地看了三场电影 天黑了 就到路边摊 加了两碗面 切了 你有可能在那个小摊上 吃四道菜吗 你一定是四盘菜 所以你要用到 恰到好处 还不容易 语言的境界 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到 临走的时候 包六根香肠 我就问他 那香肠不应该软的才好 他说软的能吃吗 香肠一定要烤得硬 焦了 不然的话 那个香肠是 还不熟了 一楼汤包当宵夜 然后他说帮我叫一部 汽车车 带我回新竹 那一栋可爱的公寓 我就跟他讲说 Michael你不可以讲一栋 你要讲回那一间公寓 他就跟我讲 老师拍谁 那一栋都是我的 他还是用对了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语言就是在生活里面 生活就不一样了 每个人就会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人 你就问他是谁 四千年前在新疆 发现他们 已经死了四千年了 在那里面 然后我们就问 这么漂亮的衣服 四千年前的人 羊皮 这么漂亮的 织的这么漂亮的袜子 穿得这么好看 如果他走在纽约街头 今天你都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他四千年前的人 好 所以四千年前的人 挖出来之后 我们就说 语言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他是谁 他是白人 高高大大的白人 他跑来中国干什么 四千年前 我们就看历史 因为历史语言会生会死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北京话 是很后来才生出来的 真正的语言 古老的语言 是我们闽南话 你知道吗 所以闽南话 因为那么古 你才知道 因为四千年前 你才知道他们是谁 所以你如果说 从外面来的人 在中原里面 他说 东边来的 叫东宜 西边来的叫西隆 南边来的叫南满 北部来的呢 啊 这个老师 这是不错 迪啊 迪怎么写 一个火 你如果读国语 北京话 你就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你如果读 我们台湾话 或者是闽南话 你马上知道他是谁 迪啊 你如果会看 歌仔戏 歌仔戏 里面有一个叫做 台减 减青 对不对 减 哇 这个语言就有趣了 你们每个讲台湾话的人 都不知道 减 后面有一个K 就像我说 落 后面有个K 在不在 落 落后面有个K啊 你说哪有 落 我没有讲卡 我没有KK啊 有广东人说 落 落 六 你想想看哦 有趣的地方 我为什么讲语言 这个生跟死 那个久了语言 在我们保留了 这么好的语言里面 在北京已经死掉了 可是 北京长出另外一个 新的语言 跟我们不一样 从他们里 不会知道 这个敌是谁 可是我们就知道 英国后面有个K 我刚刚说六 台湾话如果念 落 后面有个K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讲六个 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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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较快 为什么快呢 因为前面有个K 不然的话 你如果是A 你变成A 把他带动 你像英文 英文有个字叫做 Good Luck Luck 后面有没有K 有哦 那个Luck 我们这个Luck都受想 一样Luck 可是你英文就听到K 你讲台语就没有听到K 所以语言是 因为这种感知 就会有变化 好 如果你知道它是有K 你就说它叫做D E R K Dek Dek就是D R Dek K Dek T 就变成Terk Terk 我们今天在骂人家说 你这个Terk 在国外 联合国里面 Terk 就是土耳其人 所以你知道说 他们就是后来造 土耳其王国的 那一些祖先 所以他们是在 这里啊 跑来跑去的时候 都在这里 你看 人类从非洲出来 是一万 十万年前 然后一慢慢走 走走走走 走到各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又走过去白领海峡 又跑到这边 跑到这边来 一直跑到南美洲 那么每个人走的时候 人就带语言走 带语言就会发生变化 就变啊 好了 可是你祖先在这里 你带着他语言走 变变变 有一些没有变啊 好 在这里 加州 加州 凯利福尼亚 跟内巴达州 中间有个大湖 很漂亮的湖 叫做 Lake Tahoe 我们去美西 游乐团都 旅游团都叫做 泰浩湖 去泰浩湖 因为浩湖是很大 泰浩湖玩完 很漂亮 但是如果那是印第安人的话 如果是Apache Apache就可以带你来 他告诉你说 Tahoe 不对不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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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anguage 我说那你的language叫什么 他看着那个湖 就跟我讲说 大哦 对啊 我说大哦什么意思大 大就是big 哦就是leg 我们祖先的话一样 所以那个保留 现在我们在Apache跟Hopi 里面可以找到将近有45个 非常相似的语言 45个很少 可是现在真的 因为都变了嘛 所以你要找到完全相似 是很难的 所以要去reconstruct 重建重建重建 把语言一直找到原始 就可以发生很多相似性 在这两边 好啊 这语言跑到很多地方去 再告诉你一个 这个犹太 犹太人在这个地方 犹太人有一个词 狗啊 他的狗啊 这him him 啊him 就是保留一个h 跟保留一个n him 然后呢 慢慢就变成hound 就great hound 是用him变过来的 但是呢 他们走到意大利 在意大利的这个h啊 ha 就变成k h变成k ha变成k 很多啦 我们的haka k k的客家 就是haka嘛 k跟h会变 h变成k k变成h 很多的啦 所以呢 到了意大利 把我的n h变成k 就变成k 所以意大利人 那个狗啊 叫做kane 我们的牙齿叫全牙 叫做kane 就是kane 的意思 好啦 有趣的是在哪里 犹太人 跑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的落脚 是在广东 所以广东人除了狗 除了狗 在狗之外 还有一个字 叫做him 犹太人的him 只是把m 变成n而已 的him 都一样 广东话里面 小狗啊 him 可是我们台湾呢 马哥 波罗 意大利人 落脚掉的福建 尤其在泉州 因为它在泉州港 所以呢 他们的狗 犹太人的狗 都叫做kane 所以我们台湾话公 这是我的全职 怪kane住 所以你讲kane的时候 很快修kane 你在讲意大利话 你在讲犹太话 所以语言的生 语言的死 你会看到很多痕迹的 不会全死 也不会永远留在那边 所以我们这做研究人就 越来越有趣了 跑来跑去 看着语言的生根死 好 我跟各位讲一个 非常有趣的 语言生死的故事 我们做研究人 要到国际去 去查这个东西 去查去查去查 然后去考察去考察 我们在 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地方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边走来走去的 很多 那在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村落 就在乌兹别克 东北面 从乌兹别克 一直对过去 对到那个远远的天山 远远的天山这里呢 山很高都有积雪 那底下有个绿洲 有一群人 他们叫做东干人 俄罗斯 他们初期的时候 俄罗斯的科学院 对他们很有研究 因为研究他们 他以前都在苏联里面 这个少数民族 可是这个东干人 东干尼斯 研究 很透彻的 是一个日本人 叫做乔本万泰郎 乔本万泰郎呢 跑到我们那个 我当时在加州大学 布克雷 那年在那边教书 然后他呢 在我们实验室 跟我们在一起混 一天到晚告诉我们 这是他研究的东西 我们在研究 他说 你有一天一定要去看 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叫东干 东干尼斯 我说东干尼斯 有什么了不起 他说听起来都是俄文 但是我们知道 他不是俄文 他声音都像俄文 不是俄文 所以呢 我就说好 后来调本万泰郎 得到感源 就死亡了 死亡以前 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一定要去 帮我完成 看他到底是什么语言 我们就 有一年 好几个语言学家 就跑到东干来了 那时候苏联 还没有 完全瓦解 苏东坡事件 还没有发生 苏东坡就是苏联 东欧跟波兰 都还没有瓦解的时候 所以呢 你要跑到那边 很危险 但是我们这些 研究者呢 冒着生命危险 做个吉普车 还偷偷买那个油 跑到了 跑到乌兹贝克 去的时候 我问他们说 他们有讲俄罗斯 俄文 我们里面有一个俄罗斯的语言学家 就跑到 东干在哪里 他们说 什么 东干尼斯 他们说 哦 你们找东干尼斯 那边 对着这个山 一直走过去 我们车子开了 又跑 跑到一个绿洲 沙漠的绿洲很有很有趣的 不管你什么宗教 不管你什么敌对的国家 你只要进了绿洲 不可以吵架 因为这维护那块绿洲的和平 所以等到我们一进去以后 我要看到有人在结婚 一串结婚了 那苏联那个大的黑车子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人走在后面 用走的 那车子在走 我们赶过去 我说 东干人在哪里 他们停下来 看看我们 东干尼斯 哇 东干尼斯 结果他们都坐 从那车子出来 好几个人跑出来一看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我还以为他们是 比较像那种哈萨克 可是他打扮完全是 短小 然后就说 奇怪呢 那我们俄罗斯 他们用俄罗斯跟他讲话 那个新郎 刚好从莫斯科大学毕业 回来当小学的校长 然后呢 结婚 那天结婚 所以呢我们说 那我们既然这么千里来来 干脆就参加你的婚礼吧 他们也很好客 就把我们全部带到家里去 带到家里去以后 我们就看他晚上要做很多事 我想偷偷看看新娘 我在等他 新娘一打开 走出来 披霞带官 这个完全是 很像陕北人 完全是那种 一模一样 奇怪 还在披照那个 红色的金啊 这个很奇怪 然后呢 在走近看的房子 一看房子 好玩啊 他这边有个风炉 坐在上面 我们说坐哪里 他说卡 卡啊 哦 我在想这个语言是有相似性 然后说肚子饿啊 我们跑这么远肚子饿啊 他一比他知道我们肚子饿 就跑到里面去了 等一下说拿来 推出出来 他说闷地闷地 我一看 馒头嘛 这馒头啊 哎 等一下 又哪来 这里面有一些羊奶啊 还有辣椒啊 这个什么 辣面 辣面呢 辣面啊 他有叫他很辣 我一想我们这些人就很有趣了 这个语言里面很多词汇 跟中原很像 所以呢 就开始来录音啦 我跟新娘说 不要结婚啦 录音比较好玩 这个新娘啊 也很有学问哦 他也赢了语言的 他就坐下来录音 我说录了什么 他说 Donganese Donganese 你不要跟我讲俄文嘛 Russia 你跟我讲Donganese 他说讲什么 他就去找 找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一找出来 一看 我笑了 我说 Good Excellent 这个好 这个好 他就想说 为什么这么好 我说我知道这个故事 里面的文字很简单 我知道这个故事嘛 这小孩子 他们教小孩子 小学的课本嘛 哦 原来是有两个人 跑到树林里面去 然后熊来了 有一个朋友 就跑到树上去了 然后到树上呢 躲了很久 这个熊之后 这个人就装死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熊之后 闻了半天 然后 看到有他死掉 熊之后跑掉了 这个人呢 就说 还好没死 吓得吓坏了 结果朋友下来了 朋友就问他说 熊跟你讲什么 这个朋友讲说 熊说 我最好不要叫那种 会气我儿气的朋友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有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 我既然知道含义 你当然可以告诉我 结果呢 他就开始 告诉我 告诉我 他念的时候 用那个俄罗斯的公干语念 听起来像俄文 我一点都没有办法去掌握任何事情 结果晚上 录完音以后 就听啊 再听啊 再听啊 想去把他的词汇断词 然后做很多研究 我们那边有阿富汗的 有印度的 然后每个人都抓到他们印度的语言 就表示说 那个地方呢 说好多商人从那边经过 所以祖先的语言 连了很多 说一定是个失误 经过的地方 然后呢 我录音机 比较没有电 慢下来了 我一转转错了 我们那时候是有不同转速嘛 结果一转转速 转到比较慢的 慢的一听 啊 出现了 为什么出现呢 他说 这个人 看到这个爬上树上去以后 这个人就趴下来 他里面念了一个句 叫趴哈拉 这客家话是不是 趴哈拉 然后呢 树 是卷舌音嘛 树 它是瀑 这个很多变音 卷舌音这个树 瀑 所以呢 你说 然后呢 当我们看到他用了一个 一棵树 这个刻一出现 我就知道说 这是中文 然后呢 这是陕北的话 所以我语言学家就赶快 去整合 把它重新再组合以后 发现它是陕北 没有关系 陕北的话 这一陕北的话 他有趣了 我们语言学家就开始研究 陕北人在这边干什么 问他们说哪里来的 他们很多说姓白 白 白重洗 白先勇 的那个白 回教徒 原来是左宗堂 把他们赶翻过天山 到那边来落脚 然后一去就不回去了 问他祖先哪里来的 都告诉我们是天山 在山来的 天山来的 所以你慢慢 然后把语言 就把它重组 原来发现 最底层是中文 和陕北话 可是陕北话 在那边活不了 就要用 改成为俄罗斯的讲法 所以变成Russian Russian-like but basically 它是一个陕北的话 里面有很多 非常有趣的 所以语言是 如果从一个观点来讲 陕北话 到我们这群人 没有啦 可是长出另外一个语言 词汇很多 当时都是 就是贸易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有时候 我们研究这个 我就想说 为什么叫东甘 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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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当花 原来是黄河的东岸 在那个 河去走到那个东岸 过来 所以 你慢慢就 把历史 从语言里面 串在一起 当然这里面 要用到分析 物理的分析 分析到因 哪一个是子因 哪一个是母因 哪一个是什么因 我不讲这个 我最后跟你们讲 这个我们就结束 语言死了 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 reconstruct 语言学家就可以把它 reconstruct 这是一个 在西汉流向 说院说 有一篇 散说 春秋 时代的 楚令影 在游船上 看到那些 百岳的人 唱歌 就在越人歌 你想想看 蓝红房 知道蓝红房是谁 在那边跳歌唱舞的时候 一定很美啊 所以这是那个歌 我们听听看 歌词叫做 烂旭博照烂鱼 知道有好听吗 不知道在说什么 周 可是语言学家 我们这类科学家 就是要很努力的 去把它解出来 你怎么解它 把每一个字 拿去他们的 子孙 各个地方 已经子孙分别好 留好多地方了 他们现在 集中在这个地方 以前都在这里 被汉人 把他赶到这里来了 苗瑶洞壮 这个是壮族的歌 这壮族的歌 所以呢 我们根据壮族的语言 来把它重组 这些壮族 你看他跳起舞 真的很好看 好 第一个字是烂 烂呢 它古音读成 Glam 你以为我们没有 Clan Glan 我们古音是有的 所以你千万看 你如果是一个 非常好的研究者 头脑较清楚 你看到说 为什么无经的经 经成驾啥 驾 三点水加上去 变成梁 一个是驾 我们台湾的驾 就是 驾嘛 K跟G的音 Glan 另外一个是L 梁嘛 G L在一起 形声字 本来是形声Glan 但一半人听成 Lan 一半人听成Glan 军舰 君甘 对不对 泛滥 拿 都是吧 对不对 都是 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些音 拿去问人家 我们到 要跑到来南 溶水 这个好多地方 越南 他越南就问 Ham Gam Yam Am 什么意思 最后他说 晚上啊 好多地方集中以后 共同点都出现了 晚上 Lan 那个音 指的是晚上 然后再来 Yik Bwan Jok 都去问啊 问很多地方 然后一个一个 他什么意思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这个 Cung 正中央 Cung 中 然后 Yak Drak 或者Drak 这个是 男人的声音 的讲话 一个一个 把它解出来 去问他 问他 你什么意思 你做些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问问呢 最后 整理出来了 原来他说 Yak Nai Buk Zok 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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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個晚上 中周就是在周中的那一位 周中 為哪就是哪一位 這個不稀奇 我們台灣話說你先走 國語也說你先走 只有廣東人 你找信 他把他調過來 對不對 所以調過來 所以你如果了解這個 把語法再衝上去 中周為哪 中朝的朝中大人到了 大人要賞事 邀請我啦 拜見 謝謝 處哪就是哪一處可以去訪問大人呢 看望去遊玩 小人就充滿了感激啦 你今天來看我啊 到這邊來這邊 現在我如果能有機會去玩玩 不是很好嗎 你看 越人哥是很美啊 就表達這種東西很美 可是這個只是意識而已 我們再把它譜成 今夕何夕 周中何人夕 大人來自王室 蒙賞事邀請夕 當面致謝意 欲沙揚何處訪兮 欲帶游何處密 不 就是我啦 感恩再欣欣欣欣欣能知兮 科学家真的是很认真很厉害 我们把一个死亡以后遇久的语言 完全救活 我们讲说要怎么唱 有词我们说 今夕何夕 作众何人夕 我们把笑傲江湖的歌 给他套上去 其实是这样 语言是很有趣的 历史上 因为它贯穿了我们人类 几十万年的历史 从语言的变迁里面 你会看到非常有趣的 我们今天说家贺温泉 大家都知道家贺温泉吗 很有名吗 这是日本 在金泽的旁边 那个贺怎么写 一个家一个贝 你没有很奇怪吗 家怎么念成 应该念成 家贺温泉 怎么会家贺呢 你到日本去念念看就知道了 日本家贺温泉叫做 卡 咖 王世 他保留 咖 所以你就看到说 日本人那么早的时候 把我们的语言借过去 借了是我们现在台湾话 一几年上四五六七七九九 一样了 你就知道了 所以从语言里面 你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过去 然后呢 会看到很多 政治舞台的变迁 语言 哪一个起来了 哪一个被压制了 哪一个又上来 自然 都在发生 马来西亚 最有名的就是妞妞 娘惹 知道吗 娘惹 娘惹跟爸爸 男的叫娘惹 这叫爸爸 女的叫娘惹 妞妞 妞妞是 非常有趣 那个底光药就是妞妞了 因为她的祖先 男的是中国去的华侨 可是这些华侨 没有钱 她是做苦力的 没有钱回唐山 去娶太太 就娶当地的 回教徒 一娶当地的马来人以后 华人说 你不是华人 马来人说 你是不是 所以她儿子 他们的小孩 叫做杂政 就被长叫杂种 所以历史上 他们就是 非常的被歧视 等到忽然间有一天 他们保留所有的文化 拜拜 各方面 以服装 可是语言完全变了 变成牛娘化 牛娘化有很多 闽南化 潮州化 客家化 整合在一起 牛娘 可是牛娘人 很有趣的 他们到处去 收集 中国的古董 如果人家都说 他不是华人 有钱了以后 就要买很多古董 大陆乱买一通 买了以后 就是 好像是 自以为是 可以找到identity 可是没有 他们为什么会有钱 从苦力 怎么上来呢 殖民地时代 他们到了马来西亚 找谁当他们的官 英国人那些人 美国人的荷兰人 找谁当官他们官 又不能相信马来人 更不能相信 华侨那些华人 这两只之间 看不起的这些人 干脆就找他们来当官 他们就变成买办 一买办就有钱 把他们的儿子 子女 通通送到英国纪念书 这就是李光耀 他们就这样起来 所以你看 语言变了 他们整个历史也变了 他们现在 在那边的牛娘 都变了 牛娘最好吃的东西 不然以后你们去 去槟城 槟城有 马来西亚槟城 记得哦 不要去 那个观光客带你去的一些 换点都卖去 去一家叫做热锅 热锅 很热的锅 它就是到底的牛娘菜 顺一顺一顶一顶 它就是台湾菜 它就是福建菜 然后呢 我们是汤汤水水嘛 福建菜是汤汤水水 然后水呢 就变成为椰汁 那种香料 就变成香料之后 再加上咖哩 所以炒起来 特别香 特别好吃 牛娘菜 很好吃 有个最有名的 就是 咖哩 鱼头 想起来都很好吃 所以 我意思就是说 语言 文化 各种东西都可以让你在这个眼前 只要你知道怎么把它解密 你就可以活得非常的开心 人类怎么这么有趣 OK 谢谢大家 那么语言的生意识 他其实都会留下 曾经会留下一些主机 只是可能不断的转化转化 然后科学家就要重新去发现 他好像去找一个拼图 去看他这里面的一个真实的 那些讯息在哪里 这个是引人入胜 所以我相信应该有很多 在座的都会有兴趣 那我们时间今天比较紧凑一点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 把这些先收集过来 因为那么要请部长您等一下 他们有些提问的问题 那是不是您的 我想时间蛮紧凑的 好 好谢谢 至少第一阶段的有好几分 那OK拿过来 那我想是不是部长您要不要 您review一下 然后看看您来做一个回应 这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很好 他说语言的千变万化 充斥着全球 时间对于台湾原住民的语言的消失 有可能复兴吗 这很好 我们确实在看到我们原住民的语言叫消失 但是我们原住民的语言在哪里互生 达五祖的语言 现在可以找到的 他的新政的地方就是毛利 在纽西兰 纽西兰就是他们的祖先就从我们这边去的 现在在南太平洋岛 我们现在如果看下去 东部到那个Fiji Fiji 西部到巴黎岛 然后涵盖夏威夷 然后整个一直下去 一直到米皮兰 这里面有很多海岛 我们有马来 波罗尼西亚这很多 波罗尼西亚这些不同的语言 印尼 如果你把他们整理起来 语言学家去做整理 发现有两百多个不同的语言 在那个 分布在这个海岛上 如果把他们的相似性 比如说他们说太阳怎么讲 月亮怎么讲 水怎么讲 火怎么讲 日常语言两百个 然后来分析他们语音的相似度 你可以整理出来十个族群 这十个族群 最难的一个族群 就在澳洲本岛 他们的土著 其他九个族群的语言 坐落在台湾的 我们这十几个语言里面的源头 都在这里 所以你今天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可能复兴吗 假如我们跟那些 海岛的人 再重新接触 然后我们原住民 慢慢发现 他们文化的美 跟他们文化过去的那种尊严 我相信 他们的小孩 很愿意再去把他们 祖先的语言再恢复 最近 也慢慢大家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 有一个awareness以后 我们发现原住民的 语言开始 被重视 被把它写出来 就会保留 上个礼拜 在上礼拜五 在那个中游的那个会议厅上 松智路还是什么路上 那边上个礼拜 有七个小学 中学 国中 是我们台北一些人 因为怕他们没有领养午餐 去领养他们 还有他们的小孩 所以他们去帮忙 所以他们为了 感谢这些领养 和帮忙他们的人 他们来表演 他们祖先的语言跟歌曲 还有舞蹈 很可惜啊 那个没有对外开放 又只是 但是那天后来大家都讲说 应该让大家看到 我们看到排湾族的小孩 泰晤国小 还有的泰 那几个 他们南河 穿了他们祖先的衣服 真好看耶 那很漂亮 但是穿了一样 就叫他们躺起来说 这个要收起来 还说都不肯 表示说他们 对他们祖先的衣服 觉得非常的骄傲 然后他们在唱歌 一群是女的 一群是男生 一个女生 两边在唱 非常有趣的同言同语 就像那些三哥对唱一样 非常好听啊 所以假如这样 让他们自己自尊心 就觉得说 我的祖先真的是很棒的 然后那个奥运 唱的就是我们的歌 全世界这样重视他 我们应该重视什么文化 他会恢复 会恢复 我觉得是可以 好 加就是 这个很多 我只能挑一几个 就是说 他说两个小孩 年龄很相近 语言就有两个小团体 可以发展吗 可以的 而且发展出 如果是两个很接近的 男生女生 或者是女生女生 男男一样 就很接近 他们两个他一种 不跟别人玩 他们会自动发展出一套 非常秘密的语言 那个双生子都会 但是呢 这个语言开始是自己在发展 慢慢的他们要跟外界接触 不能用 说外面的语言他要去学 可是他会保留 两两自我的语言 这个从圣经里面就提过 说这种天性 都会发展出来 语言是 真的是天性 只要你有外面 有语言的刺激 他就会掌握 主词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都会 可是学文字 阅读 很难 就另外一个境界 我说这个非常好听 今天题目都很好 他说我在静默阅读的时候 大脑似乎会画出声音 读音是否会影响速度 可否克服 以增加速度 可以 我们读的时候 每个人在阅读的时候 你都是默念 可是在默念过程上 你如果我把这个文章 困难度加深 比如说我忽然间给你 画了好几个化学名词 这个时候你自动 就会念出声音来 表示说默读只是一种 你把语言 简单很练练的 如果我把一个仪器 放在这边来测量 测量你这个震动 你就发现 即使你在默读的时候 都有震动 你只是没有读出来而已 你的肌肉还在动 所以呢 默读 如果你太读出声音 常常是会干扰到你自己 会的 所以一些速读班 都会教你就说 不要出声 那不要出声 还有个办法 我都会出声怎么办呢 戴个耳机 听音乐 盖过去 那你就恢复了 有很多方式 中学生语文能力 低落的原因回合 九年一贯的实施 中学生的语文能力 这样才成的原因吗 这样子 高中过每次集第二篇古文 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我想这样子 这个问题很大 几乎没有办法回答 中学生语文能力低落 原因很多 真的很多 他们在花很多时间 在网络上 看很多其他多媒体 一个人时间有限 我花了这个就不在哪里 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说 应该赶快 让学生建立阅读的习惯 然后呢 他会自动去阅读 然后即使我们不是排斥说 你多媒体不好 多媒体还是很好的 你还是可以达到这些效果 但是阅读 这个几万年来 几千年来 建立了这个生理 生物的一个重要的 资讯搜寻的方式 不要丢掉 因为那个真的是很重要 上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以前 我今天在 在那个 今天有个研讨会 我也谈 如果你有信 学会阅读 我们这些 有信 学会阅读 然后让语文程度 至少保持在一定的水准 那些语文低落 是因为他还没有欣赏到 好的文章 还没有感受 我今天 我前几次上个礼拜 看到一篇文章 看完以后 我就上我们的学生的实验室 实验室完了以后 大家下来聊天 我们坐在那边 我就把那篇文章拿起来 我说 你们都没有看人间富刊 你们都没有看你们的富刊 他们想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间看 我说你丢掉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感受的幸福 那天我说 我就举一个律师给他们看 你说我今天我提过这篇文章 刘克香写的 那篇文章就感人 他在讲说 有一个纽西兰的爸爸 到台湾来找他的儿子 他儿子不是阿里山失踪了吗 到现在没有找到吗 但是那个爸爸就来找找找找 一直找不到 那心里面也很伤心 可是他感受了台湾人 在各地知道这个爸爸的爱情 都给他帮忙 住的 吃的 各方面都帮忙 他去找很多东西 人家在江湖的 在美国以外 都愿意把他钱给他 他觉得台湾这是了不起的地方 后来他就回去了 没有找到回去了 没有找到回去以后 当地的台湾的商人 听到这个消息在纽西兰 大家集资五千块 问他说 你还要再回阿里山吗 他说当然要 拿了五千块 把他回去了 被要回来 就到山上去找他的儿子 他认为他儿子的灵魂 已经在跟阿里山结合在一起了 他走 他走的时候很伤心 朋友问他说 那你怎么样 度过这个伤心的时刻 他说我听歌 他说听什么歌 你以为他听什么歌 结果他说 我听江湖的歌 江湖的歌 你懂台语吗 不懂 他只是说 江湖唱的那个歌的方式 唱的词 那种悲伤 让他表达了他儿子 对儿子的思念 跟那个伤心 所以这段话以后 刘鹤香这个喜欢在山上走的人 知道这个故事 也认识他 最近江湖不是又演唱会吗 他的歌是比较快乐嘛 所以他就买了DVD 就寄给他 他每次来就在买DVD 他说你既然没有来 我寄给你江湖的歌 然后呢 现在他的歌是比较快乐的 希望你也跟着他一样快乐 你看这文章多感人 我们台湾人 我们阿里山的伟大的漂亮 然后人情各方面 然后江湖的歌 所以他最后讲说 这个故事江湖可能都不知道 你如果就有幸会阅读 读到这样的文章 你不觉得说你很幸福吗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要好好学阅读 你可以读到很多很多故事 所以语文低落可以救回来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 还没有做完研究 就乱给他们改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说 教育是一个evidence based 应该有证据 然后再来实施政策 不要还没有想清楚 还没有知道后果 那就改来改去 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 希望大家可以 果文低落是可以提起来的 人类语的总数 会越变越少吗 会的 现在大概只有六千多种语言 还保留下来 语言是说互相听不懂的 我问你嘛 台语跟北京话 国语啦 互相听得懂吗 互相听不懂的啦 你讲台湾话到北京城 现在的北京啊 去讲给他们听 没有人听得懂啊 都啊啊听下去啦 讲北京话的人 如果跑到 以前广东 像香港 广东人也 香港人也听不懂北京话 这些语言是互相听不懂的 OK 像西班牙文 跟普达亚文 我们说它是两个语言 可是他们互相听得懂的 OK 所以这语言的定义就很奇怪 我们想说到底有多少个 那怎么算 语言的实用性跟美感 会永远并存吗 绝对永远并存 只是我们现在不要一天到晚 叫做 可以交流就好 就交流就好 可以讲就通 不是 语言的美感 要在你生活上 给它灌进去 那个真是 你平常跟他讲话 搞来搞去的 不是听得很庸俗吗 对不对 大陆那一阵子 因为他们要推广什么东西 最后都很庸俗的在做事 那词汇都很庸俗 最近他们开始 把我们台湾的文化教材 拿去学了 因为我们到底比较保留的 比他们好多了 人类只有 人类只有语言 不是人类只有语言 如果我们语言定义为 沟通的工具 鸟也有 蜜蜂也有 只是人类语言是 开放的 他们都很固定形态 固定形态 也会根据距离 蜜蜂他去采花回来 他必须要告诉他的同伴在哪里 所以他也要告诉他方位 也要告诉他距离 也会跟着而变 但是那个变化很少 人类的变化是无穷 变到我们脑没办法 就把这个前脑 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发展的前脑 心心没有 我们不但发展前脑 我们发展小脑 我们的小脑也很大 所以这个语言 这个 全球化数位 数位化全球化带来语言的死亡 有一阵子大家很担心 语言这个全球化 会不会带来死亡 可是现在看起来 大家了解了以后 就开始对每个语言都去重视 就是说我可以在全球化 共同的 也许英文 也许法文 也许中文之下 我也可以拥有我自己的语言 所以语言变成有一种是 沟通的语言 全世界全球外的沟通语言 有一种是 我在地 我自己 在我们乡村里面 大家共同拥有的美感的语言 相亲的语言 那也是另外一个 都可以 他说澳洲的琴鸟 可以模仿更多声音 鸟可以模仿很多声音的 很多很多 但是 大部分的鸟只会唱 它那个 总的歌 最多 比如说麻雀 会唱歌的麻雀 Somber 顶多15种形态 这个是都有的 不是说人类 15个跟人类的语言 6万多个 6千多个现在 比起来 差太多多来 台湾原住民语言 原住哪一组 不同民族 这个很多辩论 我们原住民到底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他在台湾 然后往海洋去 这个我们知道 但是呢 他们到底是 从大陆过来的 另外一说是从印尼 透过越南那边 航海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现在是 从基因的地方在追 到底他们在哪里 那这些 不同原住民语言 差异 差异很多的 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群族 这个原住民的复兴 他说 现今旅行 降累火星文 讲久会不会造成 这个 不会表达 这样子 我们需要训练小孩的是 核心的能力要建立好 今天假如说 你也常常阅读 常常读一些 有系统的东西 他的文采 都已经差不多了 他今天是做几个火星文 我们觉得很有趣 很有创意 可是他假如 里面的核心没有 只是在用火星文 他就危险了 对不对 他就没有办法表达 那么好的东西 就很有限 语言 这个学习 是否有关键期 越小的小孩 可以学好多语言 而且都学得很好 如果他旁边 那有好多语言 如果像这样台湾 他的语言里面 去学英文 学了以后回家 没有人讲 你就是在一年级 就是在五六岁 你给他灌输 也没有用 但是要有人讲 他才能维护 能维持 所以环境 还是蛮重要 先有图形 计算 还是先有语言 这两个很难说 但看情形 是先有图形 计算 语言之后来 看情形 是这样 好像都没有了 古代的文字 本来是图案 为什么要演变 用图案器 不是很快吗 你想想看 各位想想想看 你今天用图案 图案是模糊的 别人的解释 可能就不一样 文字是贴近 你的语言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文字里面 都是形声字 英文都是 alphabet都是拼音 都是要靠近 他现在讲的语言 那才会准确 语言本来 已经不准确了 再加上用图案 哇 它更不准确 还有 像我这个人 我如果要想东西 我还没有尾读 我图案一个都画不出来 我就变成文盲 说这个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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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